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焦点新闻 俄罗斯在乌东顿巴斯地区发动新一轮的攻势 目标是裸霞城国劳金斯克和顿涅茨克州 劳金斯克州的克列缅纳亚市被俄军通宵轰炸后失陷 成为首个落入俄军手上的东部城镇 劳金斯克州长19号表示 该城镇已落入俄军的手中 俄军已撤退往新据点 并指克列缅纳亚市有至少200人丧身 乌克兰国防部发言人表示 俄军完成过乌东前线发动攻击 同时加强围攻南部城市马里乌波尔 并试图包围劳金斯克和顿涅茨克州内的城市 他又指 俄军的目标是击败乌克兰部队 确立对劳金斯克顿涅茨克州的控制 并建立连结克里米亚半岛的陆上走廊 2014年挖起的亲俄分离主义分子 原意在这两州掌握部分的区域 并自行宣布建立人民共和国 另外 俄军持续强攻东南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 并再度下达最后通牒 要求压迫钢铁厂的乌军器械投降 清会开车人道走廊等航兵撤走 限定留守的乌军在当地星期三下午两点前投降 否则钢铁厂一带将以为平地 形容抵抗是没有意识又没有意义 有欧洲官员指 马里乌波尔可能在几日内会淪陷 平民死伤可能会比布查阵更严重 中央任命袁巴西大使出任港澳办副主任 政界人士如何解读 一起看看巴士的报总篇李童怎么看 李童你好 你好 在继上个月任命熟悉反恐国安的 王明贵出任国务院副主任之后 国务院最新委任多一名的副主任 由袁中国驻巴西大使杨曼宁出任 相信两人是填补上个月离职的原来的副主任 宋哲和邓宗华 杨曼宁长期在外交系统工作 有着丰富的外交履历 此前是中国驻巴西大使 今年3月 中国驻巴西大使馆的网页宣布 杨曼宁结束在巴西任期 奉调任回国 杨曼宁1964年出生 博士研究生学历 经济学碩士法学博士 1989年 杨曼宁进入外交部工作 在外交部拉米斯 曾经住过阿根廷市馆 一年后他重返拉米斯 五任拉米斯参赞 然后出任副司长 2012年杨曼宁离身 出任驻智利大使 2014年他转任驻阿根廷大使 2018年接替李金章出任驻巴西大使 今年3月 杨曼宁离任之際接受巴西主流媒体的专访 他当时就说出事巴西三年来 国际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面临挑战更复杂 令人因为的是中巴关系进一步 展现出成熟、稳固、狐狸的特质 整体上都说继续是稳健前行 时间和事实将不断证明 基于商务尊重、平等、狐狸、合作共赢的中巴关系 是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必将结出更多灿烂的成果 政坛人士认为 自从外交部前副部长黄光雅 担任港澳办主任以来 港澳办中至少有10领导层 是由资深的外交官出任的 例如黄光雅之后 外交部驻港公署前特派员宋哲 和回归之前 已经在外交部工作的港澳台司工作过的 邓中华也是外交部出身 政坛人士说 相信中央意识到 香港继续成为中美对抗的外交战战上的重要一环 特别是全球格局正在急剧变化之際 香港有很多问题都涉及对外层面 如何应对需要熟悉外交事务的专业领导参与 所以有了港澳办领导层 至少都会有一名出离出身至外交部 以及有外交周旋经历的官员 另外我们也留意到一个特别之处 例如是黄光雅为例 他出身是外交部的国际司 主力是推动国际合作的 当年他转轨出任港澳办主任 相信是希望借着全球化的趋势 对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起到一定的作用 而宋哲是来自西欧斯的 熟悉欧洲事务 西欧斯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周旋对象就是英国 估计当时的任命比较遵循英国周旋 而邓中华有参与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的工作 当时的考虑相信是回归后 香港对外事务的处理上需要一位更熟悉的人士参与 而今次有一位拉美斯出身的 外交官出任港澳办副主任 都是较为特别的 如果接下来说 中国外交最重要应对的挑战就是来自美国 而美大师才是熟悉美国的外交事务的一个师 但拉美斯可以说是美国的后花园 主要是负责拉美和南美的工作 出任过住巴西、智利、阿根廷的大使 同样这些南美国家的经验 美国其实同这些南美国家发展的关系的经验 美国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相信杨曼宁深知道怎样做美国周旋的关键 好,麻烦你同 美国实行中心研究发现 Omicron变种病毒战略期间 研究人员跟进14个周近400名儿童的住院个案 发现5-11岁未打针的儿童 住院率是已打针儿童的两倍 其中还有近两成病童入深切治疗部 根据报告 在去年12月中 旬至今年2月下旬 每10万名已打针儿童中 有9.2名逆童住院而未打针 就是每10万人有约19人需要住院 美国当局早在去年10月 授权为5-11岁儿童接种飞碎疫苗 数据显示 有关年龄群组只有2成8人完成接种 下届行政长官选举候选人李家超 连日和不同的团体会面 其竟选办主任谭耀宗表示 李家超期望赶写政纲 已在本月底出路 目前希望多留点时间 认真做好起草工作 未来几日的公开活动相对会减少 等政纲公布后 李家超将建传媒 及向社会各界介绍政纲的内容 李家超竞选办公室 已设立顾问团和主席团 成员包括多名政商界知名人士 约150人 有李嘉诚、李绍基等 谭耀宗指 在选举中有越多人支持越好 而且相关人士在社会上得高望重 对社会有不少的贡献 也有丰富的服务社会经验 欢迎他们继续提供建议 并感谢他们的支持和鼓励 另外,谭耀宗表示 今早收到Google的通知 李家超的YouTube频道被停用 指其涉嫌违反出口及制裁政策 并指相关账户无法复原 YouTube所属的Google发言人表示 Google需遵守美国相关制裁的法律 按照使用守则执行 并在检视相关政策后 决定采取终止行动 李家超表示 无理的所谓制裁行为是霸凌 并指任何官员 也应维护国安 认为制裁是刻意施压 企图令他有所犹豫 但指会令他坚信 所做的事是正确的 也不会理会制裁 他指对于有媒体 因制裁而采取行动感到失望 但强调没有影响其选举工程 也有不同渠道 讲解施政的理念 以及有不同的方法可以接触大众 人民力量副主席谭德智 前年多次在街站 叫光復香港时代革命等口号被控 早前被裁定7项发布 煽动文字 一项煽惑他人 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 十不罪成 法官今早在区域法院判处 快必监禁40个月 罚款5000元 快必Facebook专业法文指 因判刑影影响港人言论自由 故障申请上诉 法官指快必从其言行 看不到其有学样和修为 更不用说是一个基督徒的传道人 只是看见一个50岁市井之徒的 无边漫麻 作为一个政治人物 不顾道德底线 放弃原则 浅踏品格实属可悲 法官更批评辩方不为私利的说法 明显刻意但发快必胜出初选 进新立法会的主观愿望 认为快必哗众取宠 屡次要打击建制派 目的就是入立法会 从而享受由政府提供的收入 权威和社会地位 加强自己的政治势力 法官逐项控罪量刑 指快必具一定的知名度 利用对象为大埔中学生的集会 使用他人去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 他而贬低警察的公权力 呼吁决气方刚的年轻人去参与游行 将初生之毒推到犯法的场合 利用年轻人去推动及实行 那些政治幕后黑手的意图 至于七项发表煽动文字罪 在国安法身后校 保释期间继续犯案 是贬视国安法的权威和法律效力 继续打击政府公权力 顾需判刑阻下 但法官指 考虑到部分控罪同日发生性质雷同 整体量认后 部分刑期分期执行 所以判快必监禁40个月 罚款5000元 26岁电脑技术员在19年10月至20年6月间 透过作为Teregram频道Sug Channel拥有人 多次发布煽动性信息 包括还有时间制可以去销九宿舍等 他否认控罪 案件今天在西九龙法院裁定 被告串谋善惑等七罪性 余下18项交替控罪则无需处理 法官判决时指 被告在警戒下承认为频道的拥有人 而频道拥有人拥有最大的权力 可直接或授权管理员发布 修改和移除信息 所以涉案信息 必然在被告的授权下发布 控方指 案发时段横跨九个月 被告无可能对频道信息毫不知情 再者 频道上至少有另外15名的管理员 被告必定和身份不强人士达成协议 非法煽动他人干犯罪行 法官仍同控方分析合情合理 反问被告如果不曾参与发布涉案信息 为何当初会在陌生人身上接管频道 法官指被告作为频道拥有人及管理者 在案发期间不但提供平台 令人散布大量的善罚信息 也对发布者的行为视而不见 没有即时移除对方的权限 因此裁定被告七项善罚罪均成立 前年11月12日有网民发起破晓行动 在各区倒路贪缓交通 案发时16岁的男学生涉将一袋垃圾 抛到东铁路轨上 并向制服他的警员挥权 他否认控罪 今天在沙田裁判法院 被裁地危及铁路乘客安全 乘警等三罪成 裁判官指警员欧国雄的证供 铿窗有力 他目睹被告扔垃圾到路轨 于是上前制服 同时表明警员身份 但被告却出权威向他但失手 他便用警棍打了被告的大腿一下 裁判官指欧国雄的反应合理同有逻辑 被告飞拳而扣成乘警 另外被告承认曾向路轨方向 抛出一袋垃圾 他参与三罢的目的是想瘫痪交通 列车捏过垃圾有机会出轨 被告抛的垃圾 绝对是离开乘客安全的源头 第五波疫情开始回落 本港今天新增668宗确诊 是连续6日回落至千宗以下 今天有187间学校服科 今早所有学校都有申报学生的检测情况 只有三间学校有四宗个案情报 其中两名学生来自同一间学校 相关学生根本没有上课 并非在校内感染 今天的《每日焦点新闻》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